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主导的亚投行获得了意外的胜利 在一整个礼拜下来 中国除了欢欣鼓舞于其国际经济布局的成功之外 也面来了美国想要崇拜亚太 美国派出了国防部部长卡特 在这个礼拜来到了韩国 来到了日本访问 同时也有美国的智库公布了一个卫星图 这卫星图显示中国试图在南海 透过一个珊瑚礁 然后填成一个岛屿 试图再度的引发中国跟南海当地的领土纷争 而由于亚投行主要的布局 一带一路 另外一个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基础建设 那么很多人认为 美国在这个时刻 是希望能够打击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头 重点关于亚投行布局的成功 而中国内部 这是第一个露骨高涨到 七年以来 即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最高 甚至呢这个资金的狂热 还整个卷席卷到了香港的股市 也创下了七年的新高 但这是指的中国的经济很好吗 不 中国的经济第一季度大概只有7% 同时为了要防止整个房地产崩盘 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稳房市的政策 也就是经过房地产的泡沫化之后 中国承担不起打房 让房价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高房价的现象 如果崩溃的话 对金融可能产生的冲击 所以中国内部的经济 其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困难 首先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国际 似乎迎来了个亚投还能成功之后 马上美国人不会让他们太高兴 美国派出了国防部长卡特 刚才我前面所说的 在本周更有在华府的智库 这个智库本身是半官方性质的 通常一个智库不可能会拥有卫星 他们公布了一个卫星图 那么这个卫星一般判断 是由美国的国防部所提供的 这个卫星图显示出来 中国大陆在最近从今年1月开始 在南海的争议领土上头 透过一个珊瑚岛运来了白沙 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既有的 一个中国的领土 而公布这个卫星图片 主要的就是唤醒很多南海的国家 中国正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填海工程来威胁地区安全 包括BBC的报道也是如此 美国国防部长 以及美国相关的做法 都引起许多的关切 那么BBC也说了 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争议岛屿 加快填海 纽约时报也大幅地报道 而中国大陆的反映说 美国的标准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当菲律宾这么做的时候 美国鼓励他们做 而中国这么做的时候 美国却在指指点点的 而且透过它不是真正的智库 是半官方的一个智库 而这个礼拜很快的 我们也将引来看到 美国跟菲律宾 在南海附近的演习 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个亚投行 我刚刚特别提到 亚投行是中国大陆最近 最大的在国际上后的成功 它除了一带一路 可能主要是在中亚地区之外 另外一个很快的 很重要的就是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被认为 继中国大陆世界工厂之后 可能全世界经济 举行最快的新兴经济地区 许多国家 所以参与亚投行 就是看好东南亚这个地区 而东南亚地区 现在表现最好的 一个是印尼 另外一个是越南 而跟越南的领土冲突 更是许多人相当熟悉的 最近越南的越共总书记 很低调地访问了中国大陆 那么这位越共总书记 是软负重 他也承认海上的争端 是中越之间重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越南的确需要基础建设 必须参加亚投行 让我们来看中美 在这个议题里头 美国绝不放弃冲犯亚太 也不会让中国轻轻松松的 进行亚投行的 国际战略的相关事宜 欧巴马任内的第四个 国防部长卡特 上任不到两个月 展开他的首次东亚防卫行程 第一站就是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 卡特执行的任务 就是和日本防卫大臣 中古元一 商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修订的最终内容 预料这将朝解禁日本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方向 分担美国的全球战略需求 让日本自卫队可以海外派军 终结二战后的专守防卫 若说卡特此行是来慰安的 但一点也不为过 毕竟日本一直始终挺着美国 没有参加大陆主导的亚投航 最后安倍要到了军事上的舔头 而亚投航一事上 兵败如山岛的美国人 似乎也开始反扑 进行搅局行动 第一波的打手是华府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 亚洲海洋透明计划 他们近日在官网上发布一份报告与一组卫星图片 指控大陆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大星图目 在多个岛礁上吹沙填海盖其人工岛 其中距离菲律宾最近的永暑礁 面积已从1032平方公尺 扩张到现在的9万平方公尺 岛上一侧还有一条长3公里 宽300公尺的飞机跑道 而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 大陆计划把原本小型前哨战的永暑礁 扩张成可驻守一个迎兵力的军事基地 除了机场还有一座潜艇码头 这将成为大陆在南沙的军事总部 美国国务院拿CSIS的报告接力时 批评大陆在南海的单边行动 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也逼着大陆官方出面解释 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的驻守岛礁 进行相关的建设和设施维护 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 更好的旅行 中方在海上搜寻与救助 防灾救灾 海洋科研 气象观察 环境保护 航行安全 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 国际责任和义务 路透报道 这是大陆官方首次 就南海岛礁扩建工程 公布它的细节与用意 但对于存在的军事用途 知之不提 而涉及主权问题 态度更是强硬 那么有关的建设 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合情 合理 合法 不影响 也不针对任何国家 无可非议 当前大陆能以九段线 宣称拥有南海全部的主权 而与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和汶莱 都存在领海或岛礁的主权争议 这回大陆在争议海域 大举造岛的行动 也确实引发区域内各国的担忧 而欧巴马更趁机消遣 中国崛起是披着羊皮的狼 警告大陆不要欺压南海周边国家 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担心中国的平均升 我们的政策是 是 where it is not necessarily abiding by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rules and is using its sheer size and muscle to force countries into subordinate positions and that's the concern we have around maritime issues we think this can be solved diplomatically but just because Philippines or Vietnam are not as large as China doesn't mean that they can just be elbow to side 亚投行一役 美国一路挨打 但这回美国智库在南海 帮大陆捅了个马蜂窝 未来亚投行的基础设施 投融支绝大多数的项目 将集中在东南亚 而去年10月24号 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21个创始成员国中 有10个来自东西的国家 其中有5个 在南海问题上和大陆是吹胡子瞪眼的 此时美国曝光大陆在南海的造导行动 无意是挑起矛盾分化亚投行内部 美国人这么一缴获 也势必让未来亚投行的运作 充满成员间的政治不信任 感谢您的支持 得到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